23号晚间 大陆外交部网站公布了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跟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话内容 王毅说中国主张劝和促谈 他并强调停火止战 恢复和谈 政治解决危机 应该成为中欧之间的战略共识 随着俄罗斯国力 在一年多以来的战争中受到重创 中国在外界眼中 也从当年的俄罗斯小老弟 变成了老大哥 因此从法国总统马克宏 到西班牙首相都打算在4月初访问中国 敦促北京向俄罗斯施压 法新社报道 马克宏在欧盟领袖峰会之后透露 他邀请冯德莱恩加入访华行程 寻求北京就俄乌战士向俄方施压 警官员在亚洲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在接受大陆央视专访时强调 新加坡会在各国的共同目标上努力 也就是支持乌克兰 他说自己对俄罗斯并没有敌意 只是这样的侵略行为无法被接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